目前來看的話他們是 戰盟跟羽毛是互打的 羽毛已經守住守護塔的四周 但是戰盟一直要進入 喔!戰盟一直要進入 就算你圍滿很多人的話 戰盟還是已經進去了 而且戰盟有一個 喔!兩個王子進入守護塔 可是守護塔還沒有掉 王關還沒有出來 所以說你今天你的王族進去之後 上面會有一個叉叉 你會變成縱使之地 喔!目前左上角的這個守護塔路口 已經爆囉 羽毛的人也是有意識到馬上來補人 所以接下來就看一下這個王關 如果掉了戰盟就直接拿起來 殺盟也進來了 戰盟拿下這個王關 秒拿 這真的是秒拿 戰盟的人也有一堆一些人 在這個外城門右這邊啦 進行一些騷擾 能夠拖住時間就拖住時間啦 接下來又是守護塔的蛋 戰盟的人守護塔左上角是有空隙的 羽毛的人好像也是看到這一點了 然後羽毛的左下角有一個意識地槍 直接攻打這個守護塔 羽毛的有一個王族進去 殺圈 OK 太早啦太早 守護塔還沒爆啊還沒爆 然後左上角羽毛已經開始要入侵喔 左上角的戰盟基本上就只有大概四位而已 然後右下角的話 是很多羽毛在進行攻打 我是覺得羽毛應該溝通一下 先把裡面的防守的人先打掉 先不要打守護塔 先打掉人擠進去之後 你們再來慢慢打守護塔 因為你就算你守護塔王關掉了好了 你也不一定擠得進去拿得起來啊 這個左上角爆啦 左上角爆了 有一個羽毛的王族已經進來了 到左下有沒有機會呢 被衝暈衝到這個真死王騎士紅 頭上一個王關 這個非常醒目頂得住嗎 SUTURE 沒辦法 裡面的內部的戰盟的人是一直在潰敗喔 好像不太行耶 看起來是羽毛人拿起來了 接下來一樣是城門RIP啊 的話這個王族還在喔 戰盟王族還沒有人擠得住喔 在羽毛人在打戰盟王族的同時 左上方的戰盟也已經進來了 已經擠進來了喔 戰盟王族的毛毛拿到了血跟羽毛同陣營嘛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就有點奇怪啦 為什麼會給血拿掉呢 因為剛剛是羽毛啊 所以戰盟沒有王族進來啊 不是血盟的人真的有點少啊 這樣子有點在送啊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這個打法我覺得有點在送啊 王冠已經掉落了 羊猛的直接拿起來 這個是第三次第 羽毛猛的人已經全部擠進來了 左下角有一個血盟 喔要進來了要進來了 要拿起來了嗎 拿起來了沒問題 孤兒院再次的拿下了 奇岩的皇冠 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右下方跟左下方是激烈的爭鬥 然後可以看到左下方的這個羽毛猛的 他有帶他有帶手回來 他的妖精是有卡到一個位置喔 他卡到位置 OKOK 所以基本上你今天會不會卡到自己人 你就還不知道有一個 喔 又是羊猛 一人血盟 拿了兩次皇冠耶 那接下來的話因為沒有人防守 所以說戰盟的人優先進來 這邊來講的話我覺得這個羽毛猛的話 全部全力輸出左邊的戰盟 那個王族跟右下戰盟王族啊 所以目前王冠掉了 但是沒有王族可以拿起來 現在拿的話八成勝率啊 所以說現在緊張了緊張了 兩方的人馬誰也不讓水 就讓第三四弟拿到了 血盟了在上面 血盟了在上面 這個血盟如果擠進來的話 他就英雄 血盟了 目前剩下兩分五十秒 沒有王族 目前來講的話剩下一分鐘 不會吧 不會吧 一人攻城 難道會實現嗎 剩下不到一分鐘啦 阿蒙左下角 露頭了 有沒有機會 這個真實王 其實死了血盟 兩邊的王族護卡剩下三十秒 怎麼辦 兩邊護卡 剩下最後的十五秒 兩邊的人誰也不讓誰啊 真的誰也不讓誰 剩下最後十秒 這個守護塔 王冠附近的人 牢牢的把他圍住 但是沒有王族 該不會 揚盟 一人血盟 一個人攻齊岩城 拿下了齊岩攻城 妖魔城真好拿 盟主叫龜頭痛 天堂M的一個歷史 你攻城要幾個人 一個人就夠啦 吻你 你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